谢霆锋与张柏芝于2006年结婚 至今有10年了 可是离异都有4年时刻了 离异后张柏芝独自一个人 私人带着两个孩子 网民们都暗示很心疼张柏芝 谢霆锋与王妃复合 旧情复燃之后 在收集上通俗看到又撒狗粮的相片 然而从去年到今年 尽管各种关于他俩准备结婚的谣言满天飞 但当事人的态度却十分淡定 谢霆锋对这个话题一直逼而不谈 遇到媒体总是绕道玩太极 曾有媒体爆料 说谢霆锋王妃之所以迟迟不结婚 与谢霆锋老爸谢贤有很大关系 因为准备谢贤更喜欢前任儿媳妇张柏芝 而不认可王妃 事实真是如此吗 今日谢贤在某节目中谈到儿子谢霆锋时 不仅哽咽落泪 他表示 对于自己这个孤独的老人来说 这真的是个创伤 没想到儿子会走上离婚这条道路 他还表示了对张柏芝的高度散赏 说张柏芝是个很好的儿媳妇 事实上谢霆锋已经不止一次的这样夸散张柏芝了 在他眼里张柏芝是一个通行达理 贤惠孝顺的好儿媳 对于王妃 谢霆锋表示 因为王妃让谢霆锋找回了快乐 所以有些网友说 谢霆锋与王妃不结婚是因为谢霆锋只喜欢张柏芝 不喜欢王妃是不靠谱的 对此谢霆也公开表示 这根本是多余的 我的儿子现在这么开心 性格又开朗 一定是有原因的 随后他又补充到 自己也很喜欢王妃 但是会尊重儿子的想法